在海南三亚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清凉的冲浪运动迎来了旺季 并吸引了很多初学者前来体验打卡 一起去看看 田旭博是三亚后海村的一名冲浪教练 他正在沙滩上教学员一项冲浪技术动作 启程 他告诉我们 随着暑期的到来 他的学员当中学生占比越来越多了 而且多数都是第一次来体验的游客 想来今天放风一段时间 蛮期待的 一直对这项运动很有兴趣 很好奇 主要以学生体验课为主 站在百分之七八十这样子 经济课的话站百分之二三十 记者了解到 得益于全年不断的海浪和相对安全的海底地形 三亚后海村冲浪季可达八个月以上 已经成为了不少初中级冲浪爱好者的聚集地 目前两小时带装备带教练的体验课收费在三百元左右 数据显示 七月以来 全国范围内冲浪类玩乐产品的订单量 环比上月同期增长十六倍 而海南相关度假产品订单量环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一 咀嚴 fon 几咀嚴重 咀嚴重 楠愁